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静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集我们又说一下加沙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其他的主持都应该会略略提过一下 现在我真是求一下以色列 可不可以放过这些人 可不可以不要再轟 可不可以再少一些所谓的地面行动 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能源 其实现在在加沙地带中部 医院的新生婴儿病房 一名早产的弟弟 其实就在保温室里面 是哭着的 他微小的身躯 因为他早产儿身体一般都不一样 只可以用呼吸器 你协助他呼吸 当然也有很多管在身上 其实看到 他的生命迹象已经够弱了 更加麻烦的是什么呢 就是 这名早产儿 的命运就是交托给以色列 因为没有电 不知道还可以维持呼吸器多久 而医院内的电力 很快就会耗尽 除非 远方能够为发电机组工带来更多的能源 但是 哪有这么容易 现在这样的时势 我当你有人可以运进来 但在狂轰之下 很多人 第一件事不愿意 不愿意带进来 第二件事 你进来也是另一回事 也是很难进去 你肯定停止空中攻势 医院的主管 扎虾 他就担心 发电机一旦停 新生婴儿病房 这些婴儿恐怕就会杀手人患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行呼吸 他就说 我们肩上的责任很大 他也再次是懇求内塔利亚户 能不能帮忙 我觉得 应该是比较困难 我觉得比较困难 他就回答你 他就回答你 清除哈马斯就停手 哈马斯清除还有极端有 他会再停手 起码这一轮 不过其他周边的损伤 他就应该不理 应该不理 我们预计就是他肯定口说 现在他开了人道通道 第三批人道物资 是真的进入了加沙的 我们有过去说一句 但是 是不是这么容易 人道通道有时会殃及持余 两方在动手的时候 现在加沙各地 治疗新生婴儿的医生 其实都相当恐惧 救援人员就说 加沙 6个新生婴儿 接收单位 其实 最少有130名早产婴儿 处于高度风险当中 而这次能源 短缺的危机 当然就是7号的时候 哈马斯就向以色列发动攻势 以色列就是 所谓的智慧 但是智慧 是过了的 很多行动是过了的 而且有些行动 二次是违反了国际法 现在原来西方有改口气 希望以色列 都是要保护平民的 有没有说另一句 就是 之前你们做的事可能违反国际法 当然他不会这么说 有没有说多一句 就说千万不要违反国际法 也不敢说 劝 都不减劝 政治正确 多可怕呢 现在 我们看到 根据世卫的数据 世卫数据 当然权威 加沙 最少有五万名 人妇 得不到 基本的 医疗服务 并且 有五千五百人 即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是临盘的 以色列的空中攻势 当然不只空中攻势 无电 无水 无粮 其他物资 现在虽然陆续有势 但是有太多人 太多人 还有现在 继续叫那些人 之前你又说叫那些人不用走得这么急 现在又叫那些人去南部 又去加沙南部 你西方可不可以出声 叫他不要这样 不过大和 其实出声 可能自己的 地位都不保 我们昨日日志节目都说过 有个人就是出声 其实他说的 是无比正确温和的 结果都要自己辞职 因为他的实力太强了 他们在全球的商界实力实力太强了 现在 接近三十间医院 当中最少七间是停止营业 其他的医院医生也说 我们真是顶不下去 就算有再多的医术 你没有电怎么办呢 原合国近 东巴勒斯坦 地区的人士就说 因为他们那些难民营工作 他们说 连他们的能源都只够三天 维持时间 以色列封锁加沙之后 其实已经是有 他们说最少有20辆的援助 车辆 最搞笑 援助车辆 其实 没有一架车辆在有燃料 即是 只给你食物 燃料 不行 不行 因为 以色列的 一些独立记者就说 因为他担心 这枝燃料可能 令他们做到一些工具 或者 燃料当然 会搞一些消防大事故 当然他们就怕 这极端有利用 但是 如果是这样 那真的要用那些人 是不是你一概而论不让他们用 现在就是 你说得对 他就是为了 少数的哈马斯分子而不估一切 为什么冯德罗因看不到呢 我真的不明白 没有 底线支持 这些无底线支持 如果 做得出的话 我都觉得你这个人是没有底线 我们看 根据拉法 关口的官员 和发生社的 记者说法 之后 记住 之后可能会有燃料 知道多后 没人知道 他们 根据以色列媒体说 有七架 是装有燃料的车 就从联合国在加沙的一側 的仓库拿了燃料 但是这些燃料 究竟是多少可以分配到医院 不知道 以及究竟禁锁三十几间医院用 都没人知道 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 就说加沙五间主要医院 需要15万公升的燃料来提供基本服务 当然 没人知道医院能够维持多久 在医院内 每个部门都有庞大的需求 记住 它的商务是不断进来的 它不是10个就10个 等得一下也等不到 燃料不断好 但是人不断进来 即是加倍地用燃料 其实发电机很可能 在我们做节目的 未来几个小时内就会停 如果发电机停了 家户病房 保温室 早生儿 已经有非常非常危险的状况出现 另外 巴勒斯坦自治区 母国界医生协会的主席 叫Thomas Thomas先生说 如果这些小孩 没办法取得 迫切需求的特殊照顾和医疗 的话 其实 有些可能几个小时内就会没有 有些可能撑到一到两日 于心何忍 Thomas 就告诉美联社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小孩 真是很大的危机 希望以色列可以高抬贵手 我相信有点困难 我真的相信有点困难 我们看回现在 你说得对 以色列的军方亦 发了最后通牒 原来昨天 他们最后通牒就说 这样 哈马斯给生路走 无条件投降 放了所有人 我就会没有地面攻势 当然哈马斯亦不会来 最惨是民众 以色列 就发布了官方的宣言 这个就叫做以色列对加沙问题发出的最后通牒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 康里斯克 他就说如果 你们哈马斯无条件投降 并且放了所有人质 以色列 就不会对加沙发动任何地面攻势 另外这位亚哥接受我们 澳大利亚港报公司ABC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现在我们 已经提出了条件 不过 他回避了 以色列 为什么 推迟地面行动 的问题 但是 只有 彻底瓦解哈马斯 并且 令到所有人可以回家 就是那些被努力 的人回到家 我们就停 彻底瓦解哈马斯 彻底瓦解这个 定义是哪个定义 如果是你定义 那究竟 是他全部领导人 给你搞定了 还是 连他下面一兵一卒都没有了才叫彻底 这件事你可否解释清楚 要一兵一卒都没有了 如果你做得到 加沙都是 可以说寸草不生 没错 我都觉得是 我都觉得是 他就说 以色列更加愿意 靠空中攻势击夸哈马斯 那就大事了 空中攻势 因为没有眼的嘛 不过他什么都没有眼的 不用说了 就说 这样做 就会避免了 以军 地面力量 陷入不必要的险情 我们之前说过 如果他出地面部队 因为他有很多地道 还有 你要在 现在还是这么多废墟 其实在这些地方 你要进行战斗也不容易 但是你的安全 他说空中攻势对我们安全一些 但就等于对民众很危险 因为你空中攻势面积很大 一吹下来就很多地方是遭殃的 他就说 不过 只是靠空中攻势可能不足以完全消灭哈马斯 如果哈马斯走出他们隐藏 的范围 并且走入平民之中 我们就 只可以继续地面攻势 你一说平民之中 难听些说 他 如果 有些人混入了平民的话 你是不是也是用最硬的手段对付他 最硬的手段对付他 有什么错就没有放过 不过他现在也差不多 现在也差不多 并且无条件投降 一切就结束了 还有放了212人 这位阿哥就是以色列外交部发言 如果哈马斯不遵守我们这些条件 我们以色列 只可以进入加沙完成我们的任务 当然 今轮的尾巴冲突 其实加沙就被狂轰 现在究竟多少时间 我们节目都说过 可能三个月 甚至 多几个月 总之 哈马斯一定要到 不复存在那天 我们才会收手 不复存在 其实我觉得很困难 有些人要海外 你说全部是清除 海外的是不是也要清除 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办法 清除到海外的 应该是 应该是自加沙地区 是 早前CNN就说过 早在尼尔巴冲突之初 以色列军队召集了36万名 预备逆士兵 开始制定地面 进攻加沙的计划 并且要求加沙北部民众 24小时内 撤到加沙南部 还有一些网友说 你看他多仁慈 24小时 这么多人能走得及 人哪仁慈 百几万人 你跟我说仁慈 还有些人说 撑巴也是左交 其实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左交 包括你所住的加拿大 温哥话也有很多 与此同时 其实 拜登政府也持续均闻以色列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前日也宣布增加 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部署 防止局势升级 美国政府和欧洲的盟友 敦促 以色列 推迟对加沙的地面攻势 以便 释放更多哈马斯老狼的人 希望谈判解决 但很困难 我觉得很困难 其实 乙军22号的时候 亦都说 在加沙夜间进行了 有限度的地面行动 对巴勒斯坦 的武装分子进行了 突然之间动手 并且搜查和扣押了人员 乙军仍是 向哈马斯人员集结地点 发动空中攻势 目前有222人 依然在加沙被困住 在问道 乙军是否会推迟地面行动 是否可以令到更多人 有机会通过谈判放出来 不过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 我们用尽一切努力 去救人 等于没有回答 到此时此刻 以色列国防 地面部队进攻最终命令 都是未下达 但是人 都已经是6000多人离世 当然 巴勒斯坦人当然多 多得多 我说明每一条生命都是重要的 有4651名巴勒斯坦人无助 亦有1400多名以色列人 无助离世 事实上 现在这样的时势 两方面 什么时候会停呢? 没人知道 不过 原来昨天 联合国大会主席办公室表示 根据联合国大会相关的决议 第 78届 联大主席 弗朗西斯科 其实在26号 恢复 第10次 联大紧急特别会议 讨论尔巴局势 是什么问题 而且很特殊 原来 他们要 美国 对一个东西作解释 是什么呢 由于 处理尔巴问题第10次紧急特别会议 所以这次并非新一届会议 而是恢复第10次紧急会议 根据 联大会在2022年4月通过的决议 美国需要在联大会上解释 对安理会相关问题进行否决 要作出他的解释 当然这次 联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复会 是由 约旦 和伊斯南合作组织 俄罗斯和敘利亚发动 当然刚才我们说过第3批 救护物资进入加沙 你又说到 那些西媒说得很大 第3批台媒说 人道 原来联合国 远远不救 远远不救 那么加沙 其实有230万人 其中140万人没地方住 无家可贵 还有燃料也没什么 刚才我们说 水也不足够 那究竟 这个 第3批人道物资够不够 绝对是不够的 这个联合国说的 最惨是刚才我们说的 早生儿、BB 最惨 一没电 他们的 生命也可能会消逝 希望以色列可以 给回少许仁慈 既然你可以谴责哈马斯 这样对你们那些 弟弟哥的话 你也应该显示出一样的 同情心同理心 希望可以做到 但是 我这个希望对于 以方的政府来说 我觉得我得到的失望 可能性会比较多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我们下定了 但是下定了 感谢观看